美国和台湾政府共同主办的人道救援和灾难防救国际研习营 7月5号在台湾开营 参与国家还包括泰国、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6个国家 这是美国和台湾在2015年设立的美台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下 首次共同主办人道救灾研讨和培训活动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梅建华 在开幕致辞中说 台湾不仅具备人道救灾的丰富经验和应对能力 还乐于帮助他国救灾 因此美国决定跟台湾共同主办国际救灾研习班 他说由于台湾在这方面的强大实力 美国和台湾跟在座各位联手强化随时随地应对灾难的能力 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事情 观察人士们说 美国和台湾合作主办国际活动 能帮助台湾扩展国际空间 负责承办本次国际救灾研习营的 台湾内政部消防署训练中心主任李明宪 也对美国之音说 美国的牵头促使一些跟台湾没有邦交关系的国家 派出人员出席致辞的研习活动 会不会因为没有邦交关系不方便 我们这个部分是透过美国AIT在东南亚这些代表去邀请的 所以可能比较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考量 台湾的主要反对党 国民党负责对外宣传的官员之一 胡文奇也对美国之音说 国民党欢迎民进党政府 以这样的方式拓展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